1941年后 国共关系日趋紧张 山甘宁根据地 在受到日北军围困的情况下 又受到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根据地的生存变得愈加困 此种困局之下 中共中央广泛发动 党 政 军 民 学 全体动员 在解放区 把大生产运动推向了高潮 毛泽东 朱德 周恩来 人毕时等中央领导干部 身先士足 纷纷投入大生产运动 八路军三五九旅 更是在王震率领下 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 建成了到处是庄稼 遍地是牛羊的 陕北好江南 成为当时如火如荼的 机关生产中 涌现出来的典型 在大力发展 农业大生产运动的同时 根据地政府 还逐渐开始尝试 工商业 副业 和对外贸易等经济活动 效果极为显著 抗战胜利后 根据中央建议 东北 华北 华中 等各地党的领导机关 纷纷建立起 为党筹集经费的 经营性公司 此时的机关生产 已经由以农业为主 扩散到了工商的领域 规模也不可同日而语了 大生产运动可谓是 中共解决自身财政经费问题的 一次绝佳试验 它不仅成功地解决了 革命经费问题 也极大的降低了老百姓的负担 缓和了革命根据地的军民矛盾 因此 延安大生产运动 被中共作为一条极为成功的经验 带入北京 当1950年 国家副主席朱德提出 仿照延安大生产运动 开展机关生产 以缓解全国各级党政机关 面临的财政困难的提议时 很快得到了 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认同 机关生产因此被批准 并迅速在全国推广开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劉青山 張子善二人 將其命名為天風機密加工廠 這時候劉青山組織搞集團生產 因為那時候華碧局有過這個指示 救濟糧用不著的糧食款 可以搞活經濟 死錢變活錢 但是用不著 他就用這些錢搞集團生產 集團生產沒有投入怎麼會有產出啊 但田徑在這個方面啊